你站中间 宝宝站中间 对对对 来看一下看一下 有一种手机信号的那个感觉 你感受 啥感觉 跟您感觉一样 是吧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严玉峰 我媳妇就是赵晓燕 你多高你得说 身高2米05 体重115公斤 2米05比你高了多少 高17公分 是 比你高过于我的部分还高 这个你今天干嘛来的 我今天来探班 怎么就稀里糊涂就上来了 说一句话 其实如果你要探班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事实 就是我的节目里面 基本上都有他 他在跟我一起的时间 会比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多 是 我所以特别嫉妒你 高科的人情商 怎么这么高 老颜 我们刚才在聊一个问题 就在聊一个体育生 在职场道路上 会比普通人相对于 要窄一些 你有这种感受 我特别有 其实刚才我们俩 在台下聊了一会儿 就是我觉得 他遇到的困扰 就是我们现在 每天都面对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跟他父亲 就是在一起创业 我说刚产生共鸣的时候 他说他上台了 那我说就是 我跟我爱人 也是现在一起做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困扰 就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争吵 可是到了下班时间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 还是感觉两个人 互相看着都很别扭 可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工作 但是又是一个人 你的情感又很难去 瞬间 因为刚刚争吵过 又变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 很难去切换过来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我们的这个工作 在燃烧我们的感情 这句话很有智力啊 就我特别想知道 这高个儿的人 是怎么谈恋爱的 就个高了也是人 也是 你来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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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 没关系 全场我最矮 你怕什么 来来来 你们俩平时在生活当中 或者是原来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你们俩之间 最享受的动作是什么 其实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No real 赵小叶是吗 你看我的手 在这个位置 那么他会就是这样 对就是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高个儿女孩的 一个心结啊 其实我们不管跟 谁在一起 绝大多数生活中 我们都像鸵鸟一样的存在 就是我们寻求不到 那种想想艺人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跟这种 你依一下我们看一下 有啊 赵小叶突然好娇小啊 他第一次见到一场 对 我们还想看一下 你们这个亲一下 感觉好像又结婚了 是不是 他真的够不着 看赵小叶刚才那种 笑秀的样子 你想得出 他在台上 特爷们的时候那样子 真想不成 所以一山还有一山 山高啊 对吧 你们俩平时是跟他们俩一样 差不多吧 差不多是吧 给两位送上一点祝福吧 来 我想跟姑娘说 如果可能在一起工作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那让你们认识更加深刻 走得更长远和坚实 我也希望你们幸福 老言不祝福两句 呃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一上台 包括咱俩在台下聊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你们俩就是直接来我们公司就完了 然后呢 就是一边呢 工作一边一边就学习了 看我们俩呢 是怎么在工作当中相处 他不是来探班的 他是来抢人的 我发现赵小叶夫妻俩 其实最大的这个优点就在于 两人虽然个高 但都不复杂 人都挺简单 山不再高 有先则明 人不再高 有品则行 是吧 祝福你们俩 也祝福你们俩 撒狗粮早完了 谢谢 各回各位 我能跟那个选手说一下吗 就你刚刚在台下聊的是我们董事长 然后所以你可以 以后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各种拉票呢 那你说我们这个灯怎么办呢 就别亮着了 何必呢 对吧 我觉得 呦呦呦 你看你男人才刚走 你就不小鸟一人了 对 对吧 我现在走到无声身边 您要我怎么想 我想说一下 何老师说了 大家觉得学体育的人 工作上边 选择不多 其实恰恰相反 原来呢 因为我在这个 某知名的外企工作的时候 我们挑CEO 一定挑一米八五以上的 然后是那个皮滑艇冠军 就是现在很多的CEO 很多的这个 在座的这个老板 可能也都在跑马拉松 我们特别喜欢挑这样的人 是因为意志力 另外一个是赢的能力 就他能他能去赢 这都是体育精神带给我们的 所以我认为 学体育的人 其实他又这么聪明 又这么帅 他的这个前途 真的是不可先 我看出来了 老阿姨在这儿 我特别想这个 想拉拉票这个地方 不是别的 因为我老大 从五岁半就游泳 现在已经读大学 我一直觉得教育当中 一个人一生 要有个至爱的体育运动 而体育运动里的 整个的 这一场的表现当中 我觉得你是有目标的 有自己的 自己的管理的 然后我就是体育 永远永真第一 然后呢 我要对自己的时间管理 我对目标的管理 都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我觉得体育生 要能够既把学鞋选好 又能够把体育做好 这样呢 是非常棒的 行吧 开始抢人吧 第二轮选择 去过来 谢谢大家 还有五点三 来来三万 请翻牌 八千 那个小冬 斯凯乐有一件事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我们呢 已经被审核通过了 成为二零二零年 冬奥会的生产商 如果你加入斯凯乐的话呢 可以让你加入 这个项目组 身负咨询给到的是 助理课程编辑 五千 市场部的活动执行 因为你说了 你想选市场 来 贾君 小冬 东方英给到你的职位 是市场总监的助理 在比较短的时间里 要看到你的能力 希望你能够独当一面 做一些市场的专项的 逼地的工作 因为我们从国外买了 很多项目 要有专人来带你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随风奥会来 俱乐部给你的这个岗位呢 是运营 然后呢 底薪是六千 绩效是两千 然后再加提成 然后呢 因为是这样 我们随风奔跑 正好有一个合作项目 尝试做一家新的校区 全时段的 这样的跟这个零售的 这样融合 我们希望这样一个尝试 未来能走得更长远 所以希望你能够 加入这个团队 这小心机 还把绩效还写出来了 你想一下啊 考虑一下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场上 经常出现一些 选手非常优秀 但是在选择的问题上 大错特错 要冷静 好啊 来 还剩下五盏灯 考虑一下灭掉三盏 留下两盏 去吧 谈前扑上感情 你可以每个人问一个问题 好 我先问贾总 具体的业务是哪方面的呢 是这样 我们最近在美国 买了三个教育类的项目 要推广到全国 几十万所的幼儿园里边 所以这样的场景 就是了解项目 找到中国推广的方法 最终让他们推广的方法 在中国开花结果 来 这边有什么问题 赵总 就是现在目前 这个项目 距落地还差多久 我们已经开工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 就是完全进行完施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在月底开幕 好 行 我们玩个老游戏 背过去 来 你选谁啊 用手指给我看看 用手指 好 请坐 好 来吧 平时说感情用都好 没用的 关键是我还得看看 彼此之间是不是心有灵犀 对吧 两个不同的行业 你自己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什么样 在我们的行业 他可以直接应用他的经验 而且我们未来 可以看到 你还在拉票 随风奔跑 东方爱音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东方爱音 哈哈哈哈